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給定這兩個矩陣 要你判斷說 A乘B 或者是B乘A 到底有沒有意義 如果有意義的話 那求他的成績 首先我們看到 A這個矩陣 他是3乘2 三類兩行的矩陣 那B的話是方正2乘2 所以A乘B有意義 因為這個行數 跟這類數一樣 所以可以乘 這樣乘的話 3乘3 2乘2可以乘 但是呢 B乘A沒有辦法乘為什麼 因為這個B這個行數是兩行 這類數是2 那現在的話呢 這個乘以這個 那這只有兩個元素 這有三個元素 所以這個乘以這個沒有辦法乘 也就是說 AB是有意義的 BA他們有意義的 那有意義的話 我們就把它乘出來 把它乘出來的話 這AB會等多少 這會等於呢 你就想當你喔 把3乘以這個項量 加2乘的這個項量 就變成了第一個項量 好 那就是3乘的這個項量 是93嘛 那2乘的這個項量是 48 加起來是13 11 所以這13 11 那在這個喔 這個乘以這個 就整個項量乘下來 就1乘以這個項量是31 0乘的項量是0 所以1乘以這31的話 這是31 那是這個乘以這個項量 這個乘以這個項量 6 3是12 8加起來 3 11 所以是3 11 所以AB呢 是等於這個項量 就13 11 31 31 那這個沒有1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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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